請問 以前說麻油不能投資的原因就是這樣 你如果是在做麻油或煮麻油 它就香腸 你烘烤的它就香腸 快好了 那你從幾歲開始跟你爸爸學 這是我的痛苦童年 人家的童年是都在出頭 去抓四叔 抓魚 因為做麻油都是滷籃 都是農民 不過我們農曆五月至七月 時間在採收芝麻 對 在做 在做都在農過和刷過在做 農過和刷過的時候 我們剛才看到在放暑假 是 放暑假我們都去出頭了 我們在家做麻油 這是每一年的早 比較早的芝麻 開採的時間就是五月五號 是 拆麻 沒有過往是 是 最早就是五月五號 就是開採才說 是 最晚的芝麻 不會超過七月半 所以 這個農曆五月五號 一句話 早晚沒過五月 早晚沒過七月半 我們麻油要做 第一人就是炒 第二人就是蒸 這樣蒸 油的好壞會蒸得很高 一蒸到過頭 水能太多 變人會酸加過高 為什麼我們還要蒸茶 因為蒸茶的火味 倒成古早味 那你用的都是什麼木頭呢 荔枝 荔枝 龍眼 像這個就龍眼 為什麼要用這兩種 因為它的木頭的材質比較硬 它燒起來味道比較香 就一般的雜木不行就對了 就是少了一個味道 就是少了一個味道 你不要小看木頭 那個木頭是一噸 一千公斤是兩千多塊 其實也很貴 滿貴的 比瓦斯還要貴 它在燒的是 比瓦斯還要快 鴨油 這個是最後一道 最後一道 也是最久的一道 這道你們叫什麼呢 炸鴨油 就是鴨油 對 它是用油鴨 對 油鴨師 那以前沒有油鴨的時候怎麼辦 人工 人工 螺絲這麼大 用槓桿原理這樣 沒有 它是螺絲那麼大 慢慢鎖進去的 它這個十斤油 做四斤油是固定的 現在的機器 做的油質比較多 它的油質可以拿到百分之五十 天 又是百分之五十大 至五十五左右 但是我們的船 都在做法 都百分之四十命 手工沒有辦法 沒辦法 因為它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